這支腕錶戴在龍哥孫上之後呢 全市民宣告剩下706支 你好 這一刻有沒有感覺到 是史上最強情報員的感覺呢 其實剛剛在後面穿上西裝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像 到戴上手錶之後我就真的覺得我吃了 那我們知道龍哥你非常喜歡龐德 而且你每一部也都看過 這麼多部中你最喜歡哪一部呢 其實在今天之前吧應該算是空間圍巾 但是我相信今天晚上要看的應該會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也得到很多新的資訊新的消息嘛 它現在是英國已經都是破紀錄的 是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的 那全球票房空間圍巾351億台幣 你相信這個數字應該很快會被超過 為什麼會選空間圍巾呢 導演的開始的時候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從我們這一任的新的007開始 那個Daniel Craig 我覺得他從那開始呢 007開始不太一樣 開始有血有肉 然後也開始真的讓大家會覺得他的男人餵食 所以這麼多James Bond之後你最喜歡就是Daniel Craig 現階段來說應該是 很多媒體就說如果有一天呢 這個James Bond選擇一個亞洲面孔的話 你應該就是首選你覺得你跟James Bond這個角色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可能在個性上面吧 當我們碰到一些問題或困難的時候 通常都會選擇解決它 對 怎麼用最好的方式然後就處理 這可能是個性上相似的地方 當然如果有一天呢這個導演說好 我們準備要換掉Daniel Craig 想要換一個亞洲面孔的 那你會怎麼跟導演說 我哪一方面是你聯絡可以好又棒的呢 哪一方面 我會比他專情一點 那是絕對的 當然出這個你的muscle其實跟他差不多厲害了 對 你是非常這個線條型的 跟他這種粗壯型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而且我們其實可能我們自己的底子還是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是真的受過這種運動員的訓練 上面的底子來講 你覺得James Bond會專情嗎 那是他的優勢 那是他的優勢 他贏我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步他都挺精彩 所以導演 下部James Bond開始要非常的專情 在這邊謝謝你 百忙之中的參加我們首映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你是下一個真正的James Bond